所以你看但是台湾真的是兵凶战危 而且经济状况也很糟 国发会公布了嘛 七月份的景气灯号 连续九个月蓝灯 这什么概念 追平了金融海啸的记录 这个数字呢 可能应该会破金融海啸吧 然后另外一头兵凶战危 上次这个赖清德回来之后嘛 不是大陆开始军演吗 对不对 公布了一个日期 但是我们就发现 好像没有结束的日期 所以各方的评论 因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上了另外一层楼梯 以后可能也不需要再公布了 所以又是日本防卫省 日本哥哥告诉我们 发布了中国大陆BZK2005无人机 出现在台湾的东部外海 那我们的国军呢 国防部也立刻就发布 总共11架次军机 10艘次的军舰 那另外呢 就是这架无人机 在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内 绕台一周 还有两架监视 我们把这个大图调出来好不好 国防部公布的大图 是不是有一个大图调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这个咖啡色的 就是这个无人机有没有 在防空识别区内 有没有 真是绕了一圈 就是沿着防空识别区 飞在里面 绕了一圈 然后这个是坚实的一个路线 对不对 好 这是日本防卫省公布 然后我们的国防部告诉大家 都在这里 所以之前就是这个中线 当然啦 这个ADIZ在这个法理上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这个法理上的一个定义 但是不管如何啦 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突破 然后呢 知名媒体人唐湘龙 他每次做梦 梦的价值都很有含金量 来回到刚刚那个 唐湘龙又说他梦到 当然啦 每次他梦到 据说都是一些 这个政府内的人士跟他讲 但不能透露消息来源 所以他都说他梦到 不管如何 唐湘龙的梦境是什么呢 台湾军方在刚结束 就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 高度紧张啊 就是今天礼拜二 对不对 上个刚刚过去的 礼拜六 礼拜天 据说我们的国军 紧张得不得了 因为解放军 对台湾周边的军演 非常激烈的表达 已经进到了我们的临街区 也就是24海里 唐湘龙说我梦到了 台湾前线的导弹 已经升起来 一按就出去了 甚至到台湾东侧海域 整个绕台飞行 有一些军事细节 前所未见 台湾竟然军方是盖牌 季大师怎么看 对这个其实 我们就从这个 国际海洋法公园来讲的话 24海里是临街区的开始 临街区事实上 沿岸国只有什么 只有行政拐家权 没有主权 事实上12海里呢 才是真正的临海的开始 所以呢 你这个临街区 说实话话 你的 你的 你的就是说 沿岸国它是没有 动武的权利的 你如果动武的话 那你就是违反国际法了 那美国人更厉害啊 美国人的所谓自由航行 是什么意思 美国人的自由航行 就是说你12海里 临海对不对 以内 我军舰有一种权利 叫什么 无害通过 无害通过是什么意思 就是军事舰艇 你没有把你的 炮衣卸下来 你没有在里面做军事超联的话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无害通过 以美国人的理论来讲 美国人对国际海洋法 公司的解释 军舰都可以进你12海里 那个是属于 我无害通过的权利 任何国家 如果说军舰进12海里 我不同意的话 它取了一个名字 就是过度主张海洋权利的国家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 是被美国认为 是过度主张海洋权利的国家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对于 进入12海里的军舰 是采取什么 核准制 你就说报备制 你一定要先跟我报备 然后我才会同意 告诉我可以进来 你要打个招呼 那事实上中国大陆是什么 核准制 你就说我没有核准 你军舰是不能进12海里的 所以呢 24海里存就 我们就现在的国际法的 相关规定来讲的话 我们是没有任何 采取军事 主动军事权利的 任何的国际法的权利 但介大使会有一个问题 就在于说你看 24海里 它现在进到24海里 然后大家就习以为常 以后都进到24海里 24海里距离12海里 就很快 大概就是怎样 十几秒吧 对十几秒 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过去看到 有很多就是演习 演习者就变成真的了 所以你看到他说 他说据说了 他的梦是这样 台湾的导弹都已经升起了 已经是这个 有没有 一个案件就按出去 这整个周末是极度的紧张 假设他的梦境是真的话 那现在台湾军方 是不是面对一个大难题 他随时在24海里 到12海里中间 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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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面对一个问题 你如果不小心 他已经在12海里的边边上 你这个第一级 要不要出去呢 现在那个邱国正的讲法 就是说12海里 他就要 他要准备 就要出级了 是 这邱国正讲的 那我认为24海里 跟34海里 没有差别 在军事上没有差别 只是差0.5秒 对 你这个 在这个快速的 这个飞弹也讲 或者是舰对地的 这种攻击的武力来讲 可能就是半秒 一秒钟的差别 因为现在速度都太快 而且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那他有这个超高音速飞弹 他最后的 集的 最后一段 倒集的这个速率 是10马赫到15马赫 音速的10到15倍 那你说你这个 差这些 这个只有象征性 在军事上是没有意义的 那问题就是说 现在邱国正的讲法 就是你进入12海里 我就要急 我就要 我就要攻击了 我要采取自卫反击 他是进到12海里 就要第一级了 但是24海里 我们看到就已经 是导弹升起来了吗 已经开始进行准备动作了 是吧 准备动作 没有 邱国正他是说无人机 他说无人机进入12海里 四统第一级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他打下来 因为我们本来的理解是 要第一级才能把他打下来 那人家就说对方又没有打你 那结果邱国正后来就说 如果是无人机进入12海里 四统第一级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在24海里 24海里你基本上你没有办法 你的沿岸的国 你要如果攻击24海里的话 那这个在国际法上是站不住脚 现在的法律你站不住脚 你没有攻击的权利 你没有攻击的权利 所以24海里到12海里 这叫一个有行政管辖权 就是说你可以去查 它有没有走私的行为 有没有污染海域的行为 有没有这个 这些破坏这些 这些非法捕鱼的行为 从24海里到12海里 因为时间很短 我们有没有反应能力 都有反应能力 可以啊 我们事实上我们过中线 就有反应能力了 可是我们就是不断的在退啊 可是我想邱国正的话 他应该也知道 如果他开了第一枪以后 整个后果 倒不是说 中国大陆会如何如何 这情势马上就紧张起来了 就等于驳火了以后 那对于我们国内的股市啊 对于我们国内的整个民心啊 会造成什么样 因为对方不是侦察机 对方是战斗机 那你战斗机 你不能跟他丢什么金属博士啊 那个是侦察机啊 中国大陆在驱逐加拿大 澳大利亚的飞机 那个都是侦察机啊 事实上美国 加拿大 澳洲 抵近中国大陆沿海 从来都不是战斗机啊 都是侦察机 对 所以中华大陆是很确信 是不会出事的 所以他才做了一些方法 逼你走开嘛 对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谁开第一枪啊 这个会把这个情势弄 那你不管你什么 第一枪也调查不出真相 对如果中国大陆他今天就说 要把这个情势升高 那你邱国正讲的话 你进来是一个无人机的话 那进入到1200 你开了第一枪你把它击落 因为这个你以中国大陆 现在一些BZK005 它都是蛮大型的 飞的也蛮高的 那你这种一打下去 两岸的情势 当然 就马上到了一个 真正就已经开战的状态 就在B站边缘了 就已经冰站边缘了 那我想请问 就是一个问题就变成说 对我们台湾内部的冲击是什么 那个冲击我认为是非常的大 对啊 但是假设这个梦境是真的话 我的意思说 它会变成一个常态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前线的导弹 要一直处在升起的这个状态嘛 是不是 接下来就是一直是这样啊 这个人怎么负责做梦 不提出解决之道呢 他的梦境很有讨论价值 如果变长 我这样讲 以前大陆的军机 如果过了海峡中线的话 我们的军机是一定伴飞的 对啊 现在因为 现在没了 现在不伴飞 所以我就要问 进入一个新的情境 这就是温水煮青蛙 我觉得就最后就变成 就进入24以后 如果变常态的话 所以以后那个导弹 又可以放下来 导弹不能老是升了 就最后可能又下个命令说 导弹也 就大家就不要这么麻烦了 就这样子了 这就变成一个防御疲乏了 对嘛 所以这个礼拜六 我说大家都 你知道就是开心啊 放假啊等等 但是你不知道 我们的军方这么的紧张 又是两岸在军事上 进入另外一个 这个紧张的一个台阶 而且说句实话 就是说 如果相容的梦境是真的 那么我也不认为 它导弹升起来 最后真的敢射出去 那当然 因为这才24海里 讲更直白一点 就算到12海里的边界 我也不认为 邱国正敢下令射出去 这算是国军的一个 某种实战超严 对 它只是做反应而已 但是这种反应 当中共的解放军 一次又一次地来 我们的导弹不可能 每天都在升 又这样 又不是升旗 这就是我的问题 跟每天早上升旗一样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